为什么一提北京人就不招人待遇 其实就这么点个别的还犯责应 第一 就是气人有笑人无这帮孙子 不研究天天好怎么赚钱影家 见天的老借钱由人 看你过得好吧 一定给你编出点故事来 他说看你过得不如小 哼 他们在里给他过去磕一个 第二 没良心赚钱的 原来一些服务行业 专门坑骗外地人 十块钱搞尽的事 非得让你花个三头二百的 第三 见天搬杠的这帮人 不管你说什么 永远都不对 为了让所有人认可他的观点 真能彻尔伯子叫唬呀 你说的对也行 那纯粹是狗带咬的呀 第四 就是那假牛逼看不起人呢 你有什么资格 看不起这看不起那个的 这种人只能体验 自身的无知和自卑 这些给北京人算得了呢 毕竟是少数点赞关注吧 北京欢迎你